国与国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苏联老大哥曾经和我们多么亲密啊, 但是,1969年还是发生了著名的中苏之间的珍宝岛战役, 这是个很小规模的战斗,但意义非常大, 它标志着双方撕破脸了。 这就像一对亲兄弟,大哥和小弟关系很好, 突然有天争论过激,互相掌乖了对方, 兄弟就此反目成仇,当时的苏联是世界第二的存在, 军事工业极其发达,核武库里的核武器数量一万计, 怎么能忍下这口气? 之后不久,就传出了苏联要对中国进行核武轰炸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真是假,这是真的。 那么,后来苏联为何放弃了轰炸中国? 很多年后,叛逃到美国的苏联高层, 说出了真相。 说起中国和苏联的友谊, 要从列宁时代说起, 列宁是个纯粹的共产主义者, 甚至曾经发出这样的言论, 沙俄侵占中国的领土, 苏维埃政府不予承认, 将全部归还给中国, 话是这样说的, 但是, 没有签订协议, 合同, 一切就成了空中楼阁了。 如果列宁能够多活几年, 或许还有希望, 但是, 列宁同志在1924年病逝了, 就此, 归还领土给中国成为遥遥无期的事情了。 在斯大林时代的早期, 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毕竟都是一个主意, 不过, 在二战之后, 双方还是处理一些问题。 一是, 在苏联的威逼利诱之下, 蒋介石政府被迫同意蒙古国的独立。 二是, 国共第二次内战, 斯大林竟然有些偏向蒋介石政府, 一个自己信任的大哥, 突然支持对手, 这个弯转得确实有些急。 但是, 老一辈革命家并未在意这事, 继续努力拼搏, 看到了解放军的节节胜利, 斯大林等人又开始转向了, 一切说明, 自己强大了, 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尊重。 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了, 苏联归作不出,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境作战, 并取得了让世界惊讶高的良好战绩, 这让苏联人感到莫大的喜悦, 终于有兄弟可以牵制美国了。 之后, 中苏进入了甜蜜期, 苏联支持中国156个大战争, 派来了大量的技术大拿, 帮助中国发展工业。 当时, 中国将苏联亲切地称之为苏联老大哥, 甜蜜期还是短暂。 1958年之后, 中苏关系开始从甜蜜转向了互相黑脸。 1960年7月, 赫鲁晓夫撤走了所有在华进行帮助的苏联技术人员, 中苏关系进入了冰冻期。 1964年, 伯利日涅夫上台之后, 中苏关系不仅没有缓和, 而且越来越差。 终于, 在1969年3月爆发了著名的珍宝岛战役。 那一刻起, 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此后, 间断性传出让人震惊的消息, 苏联有意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而中国也开始防范苏联, 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恶。 那么, 苏联提出了使用核武器的想法, 后来为何放弃了呢? 这是苏联叛逃的高层说出了苏联的内部情况。 1978年, 中苏关系还未缓和, 美苏之间还在冷战博弈, 美国已经从越战的失败中恢复了心情。 这一年, 苏联驻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弗琴科, 叛变到了美国, 过起了没修没骚的幸福生活。 后来, 此人回忆起了苏联曾经要用核武轰炸中国的事情。 苏联高层要用核武轰炸中国的想法是有过的, 而且分为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是以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为代表的观点, 他们主张无限制使用核武器, 以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威胁问题。 第二种观点是, 采取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攻击, 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和通信、 电力等重要设施。 这两种观点, 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要用核武器, 仅有的区别就是数量的多少。 阿舍弗琴科继续回忆当时的情形, 虽然有不少人支持使用核武器, 但反对的人更多。 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 奥加尔科夫也表示反对, 他认为, 中国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军人有丰富的游击战知识和经验, 对于轰炸中国, 原子弹数量少了难以奏效, 反而会使苏联和美国在越南一样, 陷入战争的泥潭中。 看这情形, 苏联人应该是担心三个问题, 一是, 担心美国的干预, 二是, 就算投射原子弹, 一击致命也很难, 把中国逼急了, 很可能场面会失控。 三是, 一个越南就让美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 如果苏联进攻一个强越南很多倍的中国, 更会陷入战争的泥潭中。 在阿舍弗琴科的回忆中, 关于是否用核武器进攻中国, 苏共政治局分歧非常严重, 陷入了僵局, 无法做出决定。 最后, 提出了两手策略, 以便让反对对华开战的柯锡金联系中国协商缓和, 以便由元帅和将军们继续讨论对华作战策略与方案。 而在苏联高层讨论的时候, 在毛主席的带领下, 中国进行了地下核实验, 并在1969年9月29日成功释报了清淡。 不仅如此, 还在中国东北、 西北增加了防御力量, 还增加了中程导弹的部署。 就此, 苏联用核武器进攻中国的计划慢慢搁浅了。 六十年代末的珍宝岛战役后, 聂荣珍、 叶剑英、 陈毅、 徐向前等老帅经过讨论和商议, 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中苏致近的大仗是打不起来的, 苏联用核武器也只是恐吓, 老帅们的理由总结起来, 大概是这样的, 光是用原子弹, 解决不了中国。 如果要用常规部队, 没有三百万苏军进入, 也没有太大的胜算。 所以, 珍宝岛战役, 只是苏联为了控制东欧所做出的杀鸡狗猴看的举动, 但结果是与愿违而已。 如今, 我们回头看中苏当时的冲突没有发展成大的战争, 原因无非三个。 第一, 苏联如果要大量使用原子弹, 国际社会的美欧等国是不愿意的。 况且, 一旦不能对地大物博的中国造成致命的杀伤, 苏联后患无穷, 大量军队从中国攻入苏联,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如果仅仅使用少量原子弹, 更是没用。 一句话, 苏联稍有不慎, 就会陷入长期的战争泥潭中。 第二, 苏联要想彻底取得胜利, 需要三百万左右的军队攻入华夏。 苏联哪能轻松组织三百万, 百万的兵力进入华夏呢? 第三, 中国的备战做得非常充分, 非常重视和苏联之间的冲突。 当时的中国, 不仅做好了应对核战争的准备, 还及时研制出能够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穿的新式破甲弹、穿甲弹, 为在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中战胜苏军装甲部队做好了必要准备。 不仅如此, 中国还开始大量修建防空洞, 虽然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实力一般, 但也绝对是大过一个, 特别是军事能力非一般国家能比, 苏联想要轻松拿捏, 那是非常难的。 当年的苏联人, 是见过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雄资的, 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都不能对中国军队造成一边倒的胜利, 何况中国只是面对苏联一个国家呢? 二战后, 国际秩序发生了大的改变, 各个大国都学会了保存实力, 当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国家用兵时, 如果不能造成一边倒的胜利, 还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那么, 这个仗是不容易打起来的, 因为大国一旦陷入不能轻松抽身的战争泥潭, 补上的将会是国运。 1979年, 苏联对阿富汗发起了为期十年的战争, 就这么一场力量相差十分悬殊的战争, 都让苏联国力大受影响。 如果当初苏联和中国打大仗, 恐怕苏联的解体会提前了。 大国之间, 直接的军事对垒需要慎之诱慎。 看如今的美国, 对于大国, 采取的都是知识代理人的战争, 比如俄乌战争, 美国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斗, 自己绝不下场。 如果, 未来中美之间博弈程度变烈, 中美之间也只会是局部范围内的战争, 或者是美国知识代理人和中国斗争, 而不是双方不顾一切的大战。 如今的阶段, 大国之间的直接殊死搏斗, 双方都耗不起。 珍宝岛冲突冲突爆发后, 中苏双方都做好了打一场局部战争的准备。 短短两周的时间里, 苏联就在珍宝岛地区部署了超过一万人的部队, 而我国也不甘示弱, 出动的解放军战士同样人数上万。 就在局势剑拔弩张的时候, 苏军却在3月14日清晨进行了大规模撤退, 似乎有示弱的意思。 但负责指挥这次局部战争的萧全服务却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他命令士兵们上岛, 在岛的南面埋下400多颗反坦克地雷, 顺带着还在岛上埋伏理智侦察派, 以此来预防苏军打回马枪。 事实证明萧全服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我军买好地雷, 安排好潜伏人员之后, 苏联的大部队就又撤了, 回来重新登到了岛上, 还占据了一些重要地形, 妄图对我军进行伏击, 却不想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军的掌握之中。 3月15日晨苏军开始进攻, 他们将部队分为南北两部分, 对我军展开突袭, 由于我军早有准备, 南面进攻的苏联坦克都被反坦克地雷炸上了天, 使兵同样损失惨重, 而去北面的苏军则是遭遇了我军的顽强阻击, 一直到3月17日这次战役才告一段落。 值得一提的是, 3月17日有一艘苏军坦克被炸断履带卡在了岛上, 由于这辆坦克是苏军当时最先进的装备, 所以生怕这辆坦克落到中国手里, 为此在撤退的时候, 他们不惜用炮弹将这艘坦克击沉, 只不过时候苏联在派人去打捞的时候, 却发现这艘坦克不见了, 原来早在4月初天气回暖那回, 我军就秘密组织李芝打捞队, 将坦克打捞了上来, 送到了大后房, 它就是我国北京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的那辆T62坦克, 这次局部冲突虽然始终都在双方的把控中, 但整体来说还是苏联吃了大亏, 咽不下这口气的苏联最终决定对中国实施和打击, 从而挽回丢失的颜面, 却不想这个消息提前被美国知晓了, 美国当时正准备和中国破冰哪能让苏联如愿, 一番报道将此事闹得人尽皆知, 而我国也从自己的渠道验证了这个消息的准确性, 自此之后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地下长城工程, 在得知苏联将出动核武器对我国进行袭击后, 我国民众以世间人心惶惶, 而毛主席却不以为意, 苏联有原子弹怎么了, 我们不怕, 它要打核大战, 那便打, 这次之后我国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备战, 不仅许多企业直接转向了军工化生产, 甚至连这些企业的位置都开始朝西南山区转移, 于是当时就出现在西南山区的密林中稀稀疏疏地分布着一座座军工企业的现象, 另外重要的装备和设备都被埋在地下, 而各大城市更是纷纷挖掘大型防空洞, 里面储藏大量的水和粮食, 就坐等战争到来, 除了企业和工厂外, 各大高校也纷纷迁徙, 改换位置, 就连我国一众老帅都开始分别坐镇我国各个不同地区, 其中毛主席坐镇武汉, 周总理负责北京, 其余干部也大抵如此, 他们仿佛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态度, 那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长期的核战争了, 苏联方面又是怎样打算的呢? 虽然在之前有不少苏联高层叫嚣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但是当战争近在眼前的时候, 他们又犹豫了, 和拥有原子弹的中国打核大战到底值不值得? 苏联能不能扛得住国际舆论压力? 中苏预榜相争后, 谁会是那个得力的渔翁呢? 最终1969年9月2日, 苏联提出要和我方和谈, 毛主席同意了谈一谈, 并且将这件事交给了周总理负责, 就在双方还在交涉的时候, 毛主席只是我国再次进行了两次核实验, 这其中甚至包括一颗300万吨当量的氢弹, 当意识到我国是动真格的之后, 苏联终于低头了, 以和谈的方式解决了这次的风波,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在新中国建立后, 我们的国家的确在高速发展着, 也逐渐拥有了自保与震慑他国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 而我们在继承先辈的一致, 继续发展国家的同时, 也当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们刚正不去的品格, 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祖国更好地发展下去。